大家好 我們在期中考之前 主要第一章介紹的是政治 政治學的意涵 那麼第二章開始介紹的是 政治學上的一些重要的理論 從古典的政治學理論 到當代的政治學理論 那麼進入第三章呢 我們主要探討的是 政治的意識形態 那麼所謂的這個political ideology 那麼意識形態本身 它跟理論呢 是有一些差異的 我們等一下會做進一步的解釋 那麼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在古往今來 意識形態本身 它的確有可能會 對一個國家 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因為它會影響到 一個國家的政策的走向 它會影響到 許多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其實很多人說很排斥 意識形態這種東西 都非常枯燥乏味 但是我們學政治的必須了解 事實上呢 意識形態它對整個的國家的發展 它對人的生活方式都可能會造成 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些影響 所以它當然必須是我們 學習政治的人所必須 關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那麼比如說 各位看一下我們先進入正式課文之前 各位看一下上38頁 這張圖就非常具有重要的意涵 那麼這個是在美國的華盛頓DC的 所謂的這個FDR的紀念館前面 所擺的一個雕像 誰是FDR 那麼FDR就是所謂的這個小羅斯福總統 富蘭克林羅斯福 在美國的話有許多的這個重要人物的簡稱 就是用他們的這個姓名的縮寫 來作為簡稱 所以我想這個也算是小常識啦 同學應該知道 像比如說幾個比較著名代表的總統的縮寫 那麼我想因為 如果各位閱讀英文的政治學的書的話 時常這幾個縮寫會時常看到 那麼FDR是誰 就是我們所說的Franklin羅斯福 就是小羅斯福 當然是美國歷史上 做了最長的總統 做了第四任 在任內過世 那麼當然 為什麼會有這張圖呢 主要是因為羅斯福 他從所謂的這個經濟大恐慌的時候 接任總統 他所推出來的新政 事實上改變了整個美國的經濟政策 就是開始加入了社會福利 社會保險的這些概念等等 所以事實上從羅斯福之後 他也啟動了我們下月結會談到的 所謂的政黨的重組 大量比如舉例來說 1860年 林肯當選了總統 他是第一位共和黨的總統 林肯當選之後呢 當然所謂的解放黑奴 事實上在當時 19世紀開始 黑人 絕大部分是支持 共和黨 因為是共和黨的總統解放了他們啊 可是各位知道到了今天 黑人90%以上都是支持民主黨 包含現在我們看到最近 我們現在也會談到 像是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亞一 包含台灣的移民 目前支持民主黨已經超過七成 在我們小時候一聽到美國的話 比如說中國人或台灣的移民的話 幾乎都是支持共和黨 但現在已經支持民主黨超過七成 那我們說過這個 黑人 那麼在過去是一面倒的支持共和黨 但是曾幾何時到現在是 民主黨的基本教育派 最支持民主黨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所說的政黨重組 就是發生在羅斯福時期 因為羅斯福的新政 比較強調是照顧中下階層 照顧弱勢團體 那當然一般來說的話 像黑人 是屬於比較弱勢的團體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政策 而改變了 整個的選民結構 改變了選民的結構 所以呢 當然這幅圖上也看到了 像是羅斯福的話 他的新政 比較著重於中下階層的一些照顧 那麼弱勢團體的照顧等等的話 當然對於美國的 整個的政黨政治 產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響 所以這個我們在美國一談到FDR 就是指的是羅斯福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想這個應該小嘗試大家要知道 JFK呢 JFK是誰? John Kennedy John Kennedy 就是美國的1960年當選的總統 約翰甘乃迪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都是用JFK來形容 那LBJ呢? LBJ可能對各位同學而言的話 想到都是其他的 這個 其實LBJ在美國的話 也是常常 這個名字也常常出現 因為他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總統 是在甘乃迪被暗殺之後接任美國總統的 叫做這個Linda Johnson 戰爭總統 在美國談到LBJ 有三個很有名的人 一個就是我們說過的這個1960年代的美國的總統 那在他任內當然是越戰 打到最高峰的時候 這個LBJ是這個Linda Johnson 美國的戰爭總統 那麼事實上的話 他的太太也非常有名 算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夫人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位 當然另外一個很有名的就是那個賈桂林對不對 那麼但是他的太太因為非常致力於公益 然後非常受到美國人歡迎 叫做這個Lady Bird 這個小鳥夫人 Lady Bird Johnson 簡稱也叫LBJ 當然我想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不曉得戰爭總統 或者說他的太太 現在聽到LBJ都是LeBron James 這個人是誰 如果你不知道 那也滿奇怪的 那麼 那麼這是新一代的LBJ 那當然另外的話這個Linda Johnson的話 我們 因為美國歷史上呢 曾經有兩位Johnson 當任總統 並且這是滿有趣的 第一位Johnson呢 是當時1860年所當選的林肯的副總統 那麼林肯被暗殺他繼任為總統 另外我也是100年以後 1960年所當選的JFK 甘乃迪 那麼他也是在甘乃迪被暗殺之後接任了總統 所以這兩位Johnson都是在他的總統被暗殺之後接任的 那麼前一任這個Johnson叫Andrew Johnson 我們在習慣上 因為都叫Johnson嘛 我們知道Johnson的翻譯的話 所以各位看一下 像18 我記得是1864年那一位總統的話 那麼我們中文一般都翻譯成叫強生 強生總統 我想這讀政治學上小常識啦 就是一般來說的話 19世紀那位Johnson的話 我們都翻譯成強生總統 那20世紀的這一位我們都翻譯成叫詹森 如果你把這位Johnson翻譯成強生的話 大家反而覺得蠻奇怪 因為這大家一般習慣的用法 所以我想同學們也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的話 那麼在20世紀的這一位的話 多半翻譯成叫詹森總統 而不會把它翻譯成強生 那同樣的18世紀那一位的話 19世紀那一位我們也不會把它翻譯成詹森 以免弄錯在中文裡面弄錯 所以這個稍微同學注意一下 那麼當然在美國的話 這算是一個八卦 就是這兩位詹森 這兩位Johnson差了100年 然後他們都是繼任 前一個總統被暗殺擔任的總統 那麼這兩個總統 這兩個Johnson也有非常非常多類似的地方 這是不列入正史討論 那麼然後前面那一位這個 Andrew Johnson的話 他是美國有史以來 在美國憲政史上第一位被彈劾的總統 被彈劾的總統 那麼在美國歷史上 目前的44個總統裡面 只有兩位曾經被彈劾 那麼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講 在美國的話彈劾總統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就是說在憲法上的話 只要眾議院過半處就可以進行彈劾 那麼理由的話就是犯有這個賄賂 然後犯有這個叛國或其他嚴重的罪行就可以彈劾 那麼1868年的這個Andrew Johnson被彈劾呢 主要是因為南美戰爭之後的政爭 其實那時候還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一些政治形式 所以事實上他並不是犯了賄賂罪 叛國罪或其他嚴重罪行而被彈劾的 那麼在眾議院通過彈劾之後到參議院受審 好 美國的程序是這樣子 眾議院過半處進行彈劾 彈劾通過之後呢 確定他彈劾案通過之後 要送到參議院審判 參議院審判的話 只有最高法院大法官擔任審判長 所有的參議員做大陪審團 然後投票必須達到三分之二 投票確定總統有罪 總統就必須去職 這是美國憲法上唯一能夠叫總統下來的方式 就是由眾議院先發動彈劾 然後由參議院進行審判 那麼終審當時1868年 正好在參議院投票差一票 差一票沒有通過彈劾 沒有通過就是確認有罪 所以他還是把他任內做完了 但是我們說過當時只是因為是 主要是因為政爭啦政治因素 而不是他犯了賄賂罪 叛國罪或其他嚴重的罪行而被彈劾的 但是事實上他就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的 那第二位被彈劾的呢 第二位被彈劾的叫做克林頓 這位因為我們說到這邊稍微說一下 很多人都會說是尼克森 他沒有被彈劾 在水門案1973年水門案發生之後 眾議院組成了特別調查委員會 然後呢對尼克森的水門案進行調查 然後呢後來呢認為在總統1972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就是共和黨的人真的有潛入到民主黨的進行總部 叫水門大廈 然後進行竊聽 然後尼克森事前不知情 可是事後知情 然後呢企圖掩蠻 然後呢欺騙國人 那麼所以呢還是 眾議院的特別調查委員會準備 向眾議院的全院委員會提出 對於尼克森的彈劾案 在提出之前 尼克森自己宣布私職 那麼這個彈劾案就終止了 就沒有繼續真的投票 所以眾議院並沒有真的對尼克森進行投票 可是他因為這個事 他自己辭職下台 所以他並沒有被彈劾 因為沒有票數 根本沒有舉行投票的議事 那後來他的繼任者叫福特嘛 福特上台之後呢就赦免特赦尼克森的一切罪行 所以那個case就closed 他就不再進行了 那麼另外第二位被彈劾的是克林頓 那克林頓的話 在他任內被彈劾 因為有人認為他在白宮當總統任內 曾經跟他一個女實習生發生不正常的事件被彈劾 可是這個事情其實也有爭議啦 因為這樣的事情到底屬於賄賂罪 還是屬於叛國罪 還是屬於其他嚴重的罪行 但是anyway眾議院當時因為共和黨勢力很強 就過半數通過了彈劾案 那到參議院受審 那參議院受審的話是遠遠不及三分之二 因為參議員基本上還是認為 克林頓其實還沒有至於到要下台的地步 所以在參議院投票的時候是非常懸殊比數 並沒有通過 所以他也沒有下台 所以我們說過美國歷史上被彈劾的總統只有兩位 一個是Andrew Johnson 一個是Bill Clinton 尼克森並沒有被彈劾 所以我想這個同學們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邊所說的 回到這邊所說的 在美國歷史上很多總統都是用這個簡稱 FDR JFK LBGA 所以這個有同學看到的話 稍微這個注意一下 如果讀一些書的話 看到簡稱代表這個 那當然我們說過LBGA的話 其實在歷史上有好幾位 那同學們現在知道都是 比較知道的是最後一個 LBGA 而在台灣LBGA有另外的說法 叫做劉寶傑 所以談到這個LBGA請不要這個 不要弄錯了 說指的對象是誰 好 不管 那我們回到課本三十八頁這邊所談到的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 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 我們可以發現 當時的這個FDR 他所採取的新政 採用了所謂的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叫做現代自由主義的概念 叫Modern Liberism 現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而等於說 轉變了整個美國的施政的一個方向 所以當然我們說過意識形態 其實對於整個人類的政治生活 影響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好 在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進一步的從三十九頁的課本內容 開始來討論起 那麼我們剛才一直強調 在前一章我們介紹的是理論 理論當然對於政治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現象 我們試圖要來解釋 我們試圖要來預測 我們試圖要來分析 而理論就是扮演這樣的功能 我們透過理論來解釋 來分析 來預測 一些非常複雜的政治事物 所以理論的功能就在於我們所說的 解釋 分析 預測 所以政治學裡面像上一章 我們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理論 以後我們還會介紹很多很多的理論 它主要就是來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現象 我們如何來解釋 我們如何來分析 我們如何來甚至有可能的話來做預測 比如說我們實際上說的 這個杜韋傑所提出來的政黨跟選舉之間的理論 我們就可以來預測 當一個國家 如果你採取的是比例代表制 我們勢必會預測到這個國家未來 會逐漸的走向多黨政治 這個就可以做一種預測的功能 但是意識形態跟理論又不一樣 其實我們說過意識形態本身 他基本上是以理論為基礎 任何的意識形態呢 他就是有一個非常堅強的理論作為基礎 像我們所說的馬克思 他既可以作為一種理論 他也可以作為意識形態 所以呢多半來說 許多意識形態他會有一定的理論基礎 但是呢他更著重的是什麼 更強調是他的所謂的行動力 他的action 他的行動 那麼他的這個 建立他的所謂的思想信仰的體系 我們時常等一下會說 所謂的意識形態簡單的說 他就是一種思想 一種信仰 一種力量 那麼他是希望能夠推動整個社會的改變 除了像是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是希望維繫既有的社會秩序 其他的所有意識形態都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改變現狀 所以這是理論意識形態最大的差別 意識形態只是來解釋 來分析 來預測 許多複雜的政治事物 但是理論是更希望 在既有的意識形態 既有的理論基礎之上 來進一步推動 所謂他的一種改革的可能性 甚至以這樣子的東西作為治國的藍圖 來改變人類的政治生活 所以這是意識形態 他是一套思想的體系 信仰的體系 來希望來改變現狀 所以我們說這是意識形態跟理論的一種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差異性 那麼當然各種意識形態呢 從19世紀18世紀到現在 我們這一張裡面也會介紹各個種類的 大大小小的各種意識形態 那麼我們實際上說 美國 美國似乎是一個最沒有意識形態的國家 可是真的如此嗎 事實上許多人是不以為然的 我們只常聽到有人說 哎呀這個不要強調意識形態治國嘛 對不對對不對 然後美國人也自認他們多半都是所謂的 這個各位如果看到這個 39頁的第二段第二行叫pragmatic 實用主義或實務主義的 所以說很多美國人也自以為 他們是非常pragmatism 隨著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實用主義者 但是另外一些人他們會指出來 即使一個在美國 我們實際上說他是一個非常強調實用主義的 什麼叫實用主義 簡單的說 就如同過去鄧小平所說的 不管黑貓白貓 能夠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他們認為意識形態不重要 什麼樣能夠work 什麼樣能夠有效 它就是好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我們可以了解 至少在美國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 是一直存在的 這兩種意識形態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 一個叫做現代自由主義 一個叫做現代保守主義 如果你曾經留意像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你可以發現兩個主要候選人的 許多的經濟政策 許多重要議題上的辯論 它不是完全沒有理論依據的 它都是環繞在我們這邊所說的 現代自由主義跟現代保守主義之間的 那種差異性 比如說 那麼這個歐巴馬 他一直強調 對不對 對於中下階層的照顧 他一直強調健保勢在必行 他一直強調要對富人徵稅 而相對的共和黨的候選人 卻反對增稅等等這些東西 強調這個健保應該讓大家有自由的選擇等等等等 他們之間的差異不是無地放始的 其實他們背後都有非常堅強的意識形態的差別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現代自由主義 跟現代保守主義之間的差異性 所以你說美國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國家嗎 要看你從什麼樣的角度來說 美國真的是那麼的pragmatic嗎 其實也是見仁見智的 至少我們可以發現 這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對壘 落實在公共政策 落實在兩個政黨的黨綱 落實在許許多多的 我們所說的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上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意識形態的影子 仍然是在美國是非常強烈的存在的 而這個東西也是影響到 影響到在美國你可以發現 許多人投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依據 當然下個期我們也會談論到 很多人的投票 你說可能衝的是個人的魅力 對不對 馬英九長得帥 歐巴馬長得帥 這是一種 或者他個人的過去的政績表現 個人的因素可能是影響到 很多人投票的一些重要因素 那有些人是完全是政黨認同 對吧 我認同國民黨 認同民進黨 認同民主黨 認同共和黨 但是政黨認同的背後往往代表了什麼 他們是因為支持是不同政策 甚至是強調不同意識形態 好像比如說在美國 我們說過為什麼那麼多的黑人 投給歐巴馬 並不是因為他存在他的黑人 事實上從30年代之後 大量的黑人就是投給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背後的意識形態 或他的政策 本來就是對於黑人比較有利 而目前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亞洲人 包含華裔 要願意支持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 是比較關切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 事實上它背後 意識形態的影子 仍然是存在 所以一直到了今天 雖然很多人說意識形態已經消失了 已經意識形態之爭已經結束了 但是我們認為 尤其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 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這是我想我們一開始 對於所謂的意識形態的 一個簡單的這個說法 那麼當然也有一段課文 各位看一下蠻有趣的 39頁的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最近呢 比如說從2008年歐巴巴當選總統之後 第二段的第三行這邊所說的 舉例而言 許多的共和黨呢 那麼他們這個指責這個民主黨的健保 還有這個所謂的財政改革政策 好 認為是太Liberal 太自由主義了 好 這是共和黨一天到晚批評歐巴馬政府 批評民主黨 就是他們實在太自由了 那麼 甚至呢有一些 像2008年的時候 還有一些人甚至直指這個歐巴馬 好 不是Liberal 甚至他是一個Socialist 一個社會主義者 當然什麼叫做自由主義 什麼叫社會主義 他們自己的界限在哪裡 我們以後呢 也會再進一步的來加以探討 所以無論他是Liberal也罷 他是Socialist也罷 那麼 這是共和黨 時常來指控民主黨的總統 他的政策的一個非常 帶有一個負面意涵的一個字眼 可是呢 這邊所說的很有趣 共和黨人似乎自己忘了 其實他們所主張的經濟政策 才是最Liberal 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呢 共和黨 他們現在所主張的小政府 主張的政府不應該干涉太多的經濟事物 等等 其實呢 這個才是最古典的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 所謂的自由主義派一貫的主張 當然這邊可能大家聽了會蠻含混的 共和黨不是保守主義派嗎 不是保守派嗎 但是共和黨的經濟主張 才是真正的Liberal 而這個Liberal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叫做 classical liberalism 叫做古典自由主義 而民主黨的經濟政策 卻是一種叫做現代自由主義 所以共和黨 他們現在在指責的 在批評的自由主義 事實上才是他們本身的老祖先 共和黨的經濟政策 我們稱為叫做古典自由主義 而所謂民主黨的經濟政策 也稱為現代自由主義 他們都叫自由主義 但是在自由主義之間 對於政府的角色 卻有非常大的差異的看法 當然這個部分呢 其實蠻有趣的 比如說這個部分呢 可能各位很多在高中的 郭敏語社會也都念過這一段 可是你會發現高中的六個課本 六個版本寫這個部分呢 寫得非常的混亂 很多同學可能讀出來 根本搞不清楚 自由主義到底是什麼含義 然後越讀越混 那我們當然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帶給同學 比較清楚的一個概念 好 那麼這我們剛才談到了 所謂古典自由主義 現代自由主義的一些觀點 共和黨現在在罵別人自由主義 但是他們似乎忘了他們才是 自由主義的起源的最老的一種版本 那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那到底什麼叫做意識形態 好其實這個字 常常你在英文裡面是很容易辨認的 好就是往往很多字後面帶有ism 什麼叫做意識形態 簡單的說就是什麼什麼主義 當然這個什麼什麼主義或意識形態 在我們目前中文的詞彙裡面 已經非常非常多元化 應用在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領域裡面 可是回到我們傳統的政治學上的意識形態的話 往往帶有ism的 多半都是跟所謂的意識形態有關 好比如說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liberism 對不對 conservatism communism socialism 後面都是ism 好這種往往帶有什麼什麼主義的 就是我們上個 期中考之前所介紹的這種規範性的政治學的分析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政治學裡面 我們總是要區分什麼是重要的 什麼是不重要的 好什麼是應該的 什麼是不應該的 而這種意識形態本身 好就是要建構一個社會 他們認為美好的應該的一個方向 那麼這樣子的ism的話 就是所謂的各種主義 也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意識形態 我記得我們在大學時候 大二吧 大二還是大三 老師那時候教我們讀一本書 就是叫today's isn't 當時蠻有名的書 現在我想各位同學在圖書館還是找得到 20世紀的 就是當代的意識形態 那它的英文名稱就叫today's isn't 我們主要介紹就是自由主義啊 保守主義啊 法西斯主義啊 這些東西等等 好這是我記得大學時候 它的這個名稱就是today's isn't 就是用isn 來作為這個書的這個書名 所以呢我們今天所說的這個 剛才所說的意識形態本身 各種主義 我們看一下 好課本的內容39頁 一個意識形態本身呢 它的始於怎麼樣 好始於一種信念 怎麼樣的信念呢 好就是seems can be better 意識形態的這個就是起始於 追求更好生活 這個一種的信念 那麼它能夠產生一種 所謂改造社會一種藍圖的一種計畫 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本身 它認為現在的社會 正在整個的這個政治生活 社會生活 經濟秩序是有缺憾的 他們希望能夠提出一些改造的方向 必然能夠有一些動力來推動它的改變 好來建構他們所認為更美好的人類 應該享受的生活 好這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所以它認為人類的政治生活可以更好的這種信念 同時他們也提出一套所謂的改造的這個藍圖 那麼這是所謂的這個意識形態 那麼所以呢 我們說過的意識形態本身 它除了剛才所說的保守主義 好它是希望維持現狀 好是希望能夠這個 比較這個循序漸進的改變之外 大部分的意識形態呢 都是致力於改變現狀 那麼來這個創造他們所認為一個更好的一種生活的可能性 那麼所以我們說過呢意識形態本身 好它希望在政治上呢 能夠凝聚了所謂的這個運動 政黨革命團體等等 那麼來致力於改變的一種可能性 所以剛才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本身 它就代表一種思想 好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它所建構的就是說人類生活裡面 哪些重要的原則是應該被遵循的 好怎麼樣的生活是適合人類的 而他們也盡量的促成往那個方向改變的這種可能性 它就是一種思想體系 然後來按照這種思想體系來建構他們所認為 一種新的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的一種結構 好這是所謂的意識形態一個基本的一個定義 好那麼接下來呢我們來翻到40頁 我們就開始來逐一的簡單的介紹 在這個第三章裡面所談論到的各種主要的意識形態 首先第一個呢我們要介紹的是叫classic liberalism 我們剛才已經談了好幾次 叫做古典自由主義 這是是 blahels延伸的措施 我們應該要解除下去 所以說這個区民有一個中間平民的措施 我們要解除這個區域 我們需要解除這一個區域 我們可以解除這個區域 就可以取出它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解除這個區域 我們的每個地方 是個個個個個個的都是 談到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那麼往往呢 很多人會說 它的起源 從什麼時候開始 在不同的書 甚至相同的書 像這本書裡面 都會提到兩個人 這個可能各位等一下 也會有點困惑 很多人會說 古典自由主義呢 是始於John Locke 洛克 但是呢 有很多人說 所謂古典自由主義呢 是開始於Adam Smith 亞當史密斯 他們的年代有一點點差別 為什麼會這種說法 那麼 那麼 基本上呢 我會這樣來做區分 等一下我們也會用個表 來實際的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如果我們談到是 比如 偏重於政治層意涵的 比如說 我們所說的這個 對於人類對於政府的關係 這種立憲主義 有憲政府這些概念等等 如何的能夠追求個人的 這個財產啊 生活得到最大的一個保障 這一方面關於跟政治上有關的自由主義 它其實往往是我們可以追溯從洛克開始 他認為這個 如果說政府不能夠保障人的天賦人權的話 人還有這個權力把它推翻嘛 這樣子的概念 但是呢 在經濟上的自由主義 所謂古典自由主義呢 卻是從 Adam Smith開始 所以 其實政治上的 古典自由主義 跟經濟層面的 古典自由主義 他們可能追溯的起源 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可能在不同的書裡面 或不同的地方 會看到這兩個人都被認為是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Founder of 這個classical liberty人 事實上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差異性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來說明 那如同我們回到課本所說的 40頁這邊所談到的 耶魯大學的這位教授呢 這個Walkins 他曾經聲稱1776年 是the year one of the age of ideology 他認為呢 這個耶魯大學的Walkins教授呢 他認為1776年 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這個時代的元年 意識形態 就是當代的 我們所看的意識形態 是從1776年開始的 也就是18世紀的末夜 18世紀之前 似乎不存在意識形態 當然意識形態 最發揚光大的是20世紀 所以從大概18世紀末開始 歷經了19到20世紀 算是意識形態 整個主導 整個政治 非常非常重要的兩個世紀 而意識形態呢 卻被Walkins教授認為 是從1776年才開始的 1776年是稱為意識形態的元年 並不是因為1776年 美國大革命 而是因為1776年 有位非常重要的學者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 亞當史密斯 他在1776年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The Wealth of Nations 我們中文翻成叫國富論 所以呢 這位這個哈佛大學的 葉魯大學的教授呢 就認為國富論的出版 1776年亞當史密斯 這位蘇格蘭的經濟學學者 所出版這本書呢 正式揭開了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元年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討論 從此開始 從此開始 那麼當然 各位如果看一下41頁的這個圖 這個圖我不打算討論 因為圖太複雜了 變成中間很多的關係 是非常的 讓大家看起來蠻混淆的 可是無論如何 這個圖基本上 它可以帶給我們兩個概念 第一個各位看在這個樹狀圖的最下面 按照這本書的作者的觀點 所有的意識形態的討論 都是從亞當史密斯1776年開始 然後逐漸往上 分支散業 逐漸展開 有些往右邊走 有些往左邊走 所以他們分為right and left 左派 右派 什麼叫左派 右派 我們等一下也會進一步來介紹 所以 基本上各位可以發現 這就是按照所謂的 耶魯大學教授的說法 意識形態 是從1776年的亞當史密斯 所提出來的經濟學上的 古典自由主義開始 然後逐漸開之散業 展開 這個非常多元 豐富的意識形態的 各式各樣的一種展現 好 這是關於這個所謂的這個 為什麼我們時常會把18世紀末的 亞當史密斯的1776年的 國富論的出版作為這個所謂的 意識形態開始的這個意念 基本上呢 亞當史密斯的這個國富論呢 他奠定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古典自由放任經濟學的 這個重要的基礎 所謂的各位看一下 這一段的這個 第三行的最後兩個字 叫classic laissez-faire laissez-faire就是所謂的自由放任 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學的理論 換言之 其實亞當史密斯 他這本國富論裡面 提出很重要的一種 觀念上的突破 這觀念上突破什麼 就是事實上 他在這個國富論裡面 他認為過去國家 所追求的一些經濟政策 一些貿易政策 是錯的 而他當時呢 在這本書裡面 他把過去 尤其像法國西班牙 當時18世紀以前的 主導了整個世界上的 各國的貿易政策 最重要的一種思維 他把它稱為叫mercantileism 叫做重商主義 好 這邊也用個協體字表示 就是這一段的 第六行那邊所說的mercantileism 叫做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 mercantileism這個名詞 事實上就是亞當史密斯所創的 他這本國富論裡面 他所提出來的 他認為就 尤其是當我們說過呢 16到18世紀的時候 像我們剛才說到的 那麼從這個西班牙啊 那麼法國啊這些國家 其實普遍存在當時的西歐國家 他把這個東西叫重商主義 他如果其實重商主義呢 是不對的 所以他在國富論裡面 提出另外一套論述 來告訴人們 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 應該是怎麼樣做比較好 當然他最後的結論是 應該追求的叫做自由貿易 叫free trade policy 當然他所提出來的 自由貿易政策 一直到了今天 仍然影響了 比如說我們看看wto 世界貿易組織 現在所追求的最高目標 還是程系了 從18世紀的亞當史密斯以來的 自由貿易的一個理想 我們台灣現在每天 還要跟各國簽訂FTA嘛 對不對 到處追求的自由貿易 但是 但是當時 16到18世紀那時候 重商主義又代表什麼 為什麼那是錯的 基本上我們在這邊 補充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重商主義 亞當史密斯當時所批評的 所謂的重商主義呢 主要那種的 那樣子的一種 意思形態是強調什麼 他們所強調的是 國家的財富跟國力 是可以劃上等號的 好嗎 OK 好 好 OK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先把一些关键字写在黑板上 我们再来逐渐的来加以解释 什么叫做重商主义 我们说过呢 重商主义这个名词 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里面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 来批评当时16到18世纪之后 西欧各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 而所谓的重商主义呢 简单的说 就是当时各国 普遍所存在的迷思 就是呢把一个国家的财富 跟一个国家的国力 二者之间是画上等号的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能够累积越多的财富 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反之亦然 一个国家国力越强大 它就可以有能力去追求更多的财富 所以呢 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的大小 就是看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库里面 堆了多少金银财宝 财富跟国力是画上等号的 而当时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 就是看那个国家所拥有 我们这边所谈到的 叫precious metal 叫做贵金属的多寡 什么叫贵金属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金银 尤其是金黄金 所以呢 当时各国所追求的 就是如何的累积 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黄金 所以各位可能看过 很多类似的电影 哪一个地方发现了黄金 各国要去争夺 对不对 比如说在加勒比海 在墨西哥发现了白银 大量去开采白银 要运回欧洲去 经过加勒比海地区 就有一群海盗在那边打劫 就产生了很多电影 然后各国都是努力去争取黄金白银 然后充实国库 如果国家国库里面有越来越多的黄金白银的话 这个国家的国力就越强 那越强的国家 又可以追求更多的黄金白银 所以每个国家都在追求 所谓的贵金属的累积 它的绝对值的多寡 那么而在这个时候呢 另外一方面的话 除了财富跟国力是花上等号之外 一个国家如何的能够替国家带来财富 往往是生产者 生产者是创造国家财富的一群人 他们生产的产品卖到国外去 对不对 赚取其他国家的黄金跟白银进来 所以呢 生产者的利益是要被鼓励的 要被肯定的 然后所以 这些国家当时普遍地注重生产者的利益 而忽略消费者的利益 因为消费者是消耗国家财富的人嘛 你消耗量那么大 像国外买那么东西 代表黄金白银的流出嘛 生产者是卖到国外去是替国家赚进黄金白银的 所以当时我们所说 为什么叫重商 我们中文翻译的重商主义是重视这些商人 尤其是具有生产能力的商人 重视出口商 然后不喜欢进口商 重视生产者 不喜欢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基本上呢 这是他们的当时的概念 所以我们说重视出口 因为这是创造贸易盈余的 而不鼓励进口 因为进口是代表财富的流出的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想法之下 创造出他们对于贸易政策的看法 那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说 事实上的话 他们也把国际关系当时视为一种叫做Zero Sound Game 一种零和游戏 那么什么叫零和游戏 我们留在下一节上课呢 进一步来加以介绍 请同学翻开第40页 我们在上一堂课呢 谈到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 尤其在经济层面的古典自由主义呢 是从1776年的亚当史密斯开始 那么在他的书里面呢 他提出了对于 这个国富论里面 他提出了对于 所谓的重商主义的一种批评 他认为重商主义呢 并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好的一种贸易政策 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一种策略 那么所以我们特别要针对 因为课本对于重商主义呢 并没有多做解释 我们必须对这个 在政治经济学上 非常重要的概念 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我们在上堂课呢 最后曾经谈到 事实上从16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 所谓的mercantilism 在亚当史密斯 他给的这个名称的定义之下 基本上当时的西欧各国 都是把财富跟国力 划上等号的 一个国家追求财富的累积 就会累 就会同时对于国力的增长 是有帮助的 同时一个国家的国力 越强大 就可以累积更多的一些财富 而当时衡量财富的 唯一的标准 就是看一个国家 所拥有的贵金属 黄金白银的多寡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之下 每一个国家 都是不断去追求 黄金白银的累积 那随之而来的 在所谓的贸易政策上 就会非常的强调出口 不鼓励进口 因为出口是能够赚取 其他国家的黄金白银进来的 而这个进口是 要将黄金白银流失出去 要卖 就是要付给其他国家 所以呢 会非常重视出口 不鼓励进口 会重视生产者 所谓producers的interest 而比较不注重 所谓consumers的interest 因为producer 生产者是替国家创造财富的人 而消费者呢 反而是要流失国家财富的人 所以呢 往往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生产的利益 永远是高于消费者利益之上 这是随着重商主义的一些思维 当然 到了今天 你还会时常看到有些人批评说 哎呀 国家的政策是重商 充满了重商主义式的思维 就是这个 因为你可以发现 一直到今天为止 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 仍然很难能够脱离 重视出口 减少进口 重视所谓的贸易盈余 而害怕看到贸易的赤字 对不对 重视生产者的利益 而忽视消费者的利益 这都永远存在的 包括台湾现在也是一样 大老板的声音 永远比消费者的声音 来得强大 对不对 在利益团体 在立法院的游说里面 这些各种工商团体的 游说的成效 也永远比消费者的成效来得大 当然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 因为他们往往 我们下学期会谈到 会组成非常强而有力的 利益团体进行游说 消费者是一盘散沙 消费者的利益谁来把关 很困难 什么消费者 什么保护基金会之类 但是基本上也很难 能够保护所有的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往往 一直到今天的社会 还是充满了 或许有形容叫做 新重商主义的思维 国家的政策 它主导的时候 永远是重视的是 生产能力 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也会采取一些 比较实际的一些手段 一些贸易的手段 比如说往往这些国家 会采取比较多的 保护主义的措施 可以试试一下 这个是用的 费者的措施 然后我们先试试一下 我们先试试一下 我们先试试一下 我們說過呢 當時這些國家呢 他們會非常的重視 國內的消費生產者 好 要增加他們出口 那當然這個情況之下呢 也希望這個進口的越少越好 因為進口東西多的話 就是代表財富流失出去嘛 所以往往呢 這些國家會採取所謂的protectionism 所謂的保護主義 來保護本國的產業 一方面呢 保護本國產業增加出口競爭力 另外一方面呢 保護本國產業減少進口 以免外來的貨來進入國內 跟我們國內的這個產業競爭 所以呢 這些國家通常在當時 視保護主義為必然的措施 然後呢 往往所採取的這種高關稅的政策 來保護國內的產業 基本上我們這邊稍微說一下 以後各位如果學到 國際政治經濟會談到 好 基本上我們今天所談到的protectionism 保護主義 基本上就是採取high tariff 採取高關稅的手段 來保護本國的產業 就叫做保護主義 好 就保護主義 當然到了20世紀70年代之後 會有很多的 因為我們知道呢 從GATT到現在WTO 你採取高關稅已經成為過街老鼠嘛 沒有任何國家改明目張膽的採取高關稅的措施 來保護本國產業 所以事實上從70年代之後呢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他不敢用關稅 而是透過其他的手段 照樣達到保護國內產業的目的 這個呢 我們稱為叫新保護主義 好 這個我稍微 講到這邊我稍微跟各位 因為這也是滿重要的概念 跟各位補充一下 那麼 那個新保護主義呢 我們稱為叫NTB 好 這些概念都是屬於大的 我們所說的重商主義的一個脈絡好的一環 那麼 我們說過重商主義從16 18世紀以來呢 他們常常見到的手段 就是採取所謂的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長久以來所指的 就是一個國家採取所謂的high tariff 採取高關稅的政策 來保護國內的產業 但是我們說過呢 隨著GATT從1948年正式成立之後 1995年WTO成立 那麼他們所需求的就是自由貿易嘛 反對任何的國家採取關稅手段 保護本國產業 所以很多國家你要加入WTO 加入GATT 你就不敢再用高關稅 要為了符合他們的一些政策 所以很多國家從70年代之後呢 會祭出各式各樣的 我們所說的NTB叫non-terror barrier 叫做非關稅障礙 非關稅障礙同樣地達到本國產業保護的目的 但是卻不是透過關稅手段 這個稱為叫新保護主義 所以如果各位在政治學上 或政治經濟學上看到很多新保護主義的概念 事實上就是有別於過去以關稅的手段來保護國內產業的一種其他方式 舉例來說什麼 舉例來說這個國家採取比較高的衛生檢查的標準 你其他國家的產品要輸入 因為不符合像歐盟最喜歡搞這一套 永遠高於其他國家的衛生檢查標準 讓你的產業讓你的產品輸不進去 或者說採取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較高的安全 玩具啊採取比較高的安全標準 等等等等 你是多少個百分比 它更嚴格等等 那當然還有其他方式 比如說那對於國內的產業進行補貼 用補貼的政策 你本來賣的這個糖很難跟國外競爭 可是政府就補貼你 讓你的競爭力跟比別人更強 或者說有一些東西採取很多很多措施 像我們所說的 這個政府採購的限定採購的這個國家啊 補貼的政策啊 好等等等等保證收購啊 其實各位 你會發現這個名詞在台灣都時常聽到 好保證收購價格啊等等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稱為叫做非關稅障礙 但是同樣達到保護本國產業的目的 我們稱為叫做新保護主義 但是我們剛才說過呢 從重商主義開始 他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說過這種所謂的 廣義的保護主義 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國家的主政者 或者說絕色者的心目中 仍然是無所不在的 好無所不在的 那麼 比如說台灣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台灣過去呢 從50年代 60年代開始 就認為我們要發展一些策略性的工業 比如說汽車工業 這是台灣很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採取非常高的關稅 來限制其他國家汽車的進口 然後我們把很多的資源投入在我們國內的汽車業的發展上 希望培養出一個我們具有競爭力的一個汽車工業 當時所重點發展的對象叫做豫龍 叫豫龍汽車 開始要自行生產研發汽車 對不對 我們也曾經推出過什麼飛鱗什麼好幾種 自行研發生產的汽車 保護了二三十年 然後呢 然後豫龍現在是Nissan的生產線 我們的自由廠排在哪裡 然後呢三十年前當時有個國家叫韓國 他們特別派的人來台灣參觀台灣的汽車業的保護 怎麼樣來培養豫龍的 後來這些參觀的人回去 韓國開始發展他們自己的汽車 借了一個東西叫做現代汽車 然後現在他們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汽車廠 而我們的豫龍呢 還在替Nissan做生產線 可是問題是這幾十年來 台灣的消費者必須多付多少的錢 來購買進口汽車 每個消費者都損傷 本來一個汽車假設只要一百萬 但是你必須花兩百萬 你多了一百萬補助了誰 補助了玉龍 每個人都必須 所以我們說過 他是重視生產者的利益 消費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啊 對不對 比如說台灣 如果我們等一下談到亞當史密斯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比較利益原則等等 國際貿易嘛 比如說我們可以發現 美國 當然現在美國牛太敏感 那是有什麼什麼 會有什麼狂牛病之類 好就雞肉好了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雞肉生產國 最大的豬肉生產國 最大的牛肉生產國 同時是全世界最大的稻米生產國 各位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在美國念書的經驗 美國的稻米非常好吃 當然我們的濁水溪米 好我們的這個 台東的這個池上米是不錯 但是我會告訴各位 美國的米絕對不會差 大面積的生產 機械化的生產 美國的米的價格非常便宜 按照自由貿易原則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進口美國米 我們所有消費者 可以以更低廉的代價來購買 跟我們至少品質 不會跟我們差異太大的米 可是如果我們進口美國的米的話 台灣的米農 台灣的農人全部要失業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 努力的阻擋 好我們比如說 我們現在跟美國要簽訂 好一天到晚說 我們要跟美國簽訂FTA 其實問題很簡單嘛 到時候台灣是不是要開放稻米進口 如果你不敢做這個程度的話 你簽什麼FTA啊 你看看日本 看看韓國 跟美國簽訂FTA之後 開放稻米進口在日本 韓國引起了多大的危機 而台灣的政府可以承受這種危機嗎 農民上街頭 如果這裡沒有巴爾克服 FTA 我會覺得遙遙無期 但是這個東西就這樣子啊 你到底重視是誰的利益 雞肉 對 我可以告訴各位 像我們在美國吃雞肉 我們那時候去美國去肯德雞 肯德雞的那個炸雞很有趣 他的雞胸肉比較貴的 雞腿比較便宜 為什麼 因為這飲食習慣的差異 老美他們最討厭吃的叫 吃那個所謂的黑肉 就是雞腿啊雞翅膀啊雞脖子 他們最討厭吃這些 他們吃雞胸肉 而台灣正好相反啊 我們雞胸肉誰吃啊 認為那叫死肉對不對 我們要吃就是吃雞腿 雙方的生活差異 飲食習慣差那麼多 而如果 然後台灣其實對於雞肉而言 其實最重要的一塊是什麼 叫做雞的下水 也就是雞的內臟 老美都不吃啊 那個都是做狗飼料的 可是如果說包含豬的雞的 牛的內臟 美國生產這麼多對不對 他的兩億多的人口耶 他生產多少的豬牛雞的內臟 那些都是我們所說的 都是做狗食的東西啊 而如果真的基於亞當斯密斯 所聽的自由貿易的話 我們進口嘛 豬的內臟 雞的內臟 豬肚啊 豬肝啊 豬大腸啊 然後牛肚啊 牛百葉啊 雞的下水全部進口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現在要吃著一盤 100塊錢的牛肚 你說美國大量進口的話 可能一盤10塊錢都不要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那麼貴 消費者為什麼要多出那麼多的錢 保護了誰 保護國內的非常少數的畜牧業 可是政府敢開放進口嗎 他不敢開放進口 所以每個消費者都必須付出那麼多的錢 當然說開放的話 我們的豬農 牛農 雞農 全部都倒光了嘛 對不對 當然這個就牽涉到政府的 一個施政的措施到底怎麼樣 但是我們說過事實上 所謂的重商主義 其實到今天這個陰影還是存在的 這個兩個多世紀以前 亞當史密斯所反對的東西 現在還是一樣啊 如果你要具有競爭力 你要具有所謂的這個 讓我們所謂的利益 到底是生產者的利益重要 還是消費者的利益重要 每個消費者是不是真的 有必要要掏出那麼多的錢 來補貼那些少數的生產者 等等 這當然都是可以思考的一些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從另外角度而言的話 那些生產者你就要怎麼辦 我們說台灣的農民全部倒了 那麼畜牧業全部倒了 那我們國家可不可以承受 起這樣子的壓力 他們可能會走上 走上街頭 甚至產生暴動 叛亂對不對 這當然也都是必須要衡量的 那當然我們只是說 這些理論本身 還是提供給各位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說過呢 從16世紀以來 其實所謂的重商主義 他就是比較注重生產者的利益 我們說過這不是16世紀的事情 到了21世紀的今天 這種想法仍然是存在的 仍然是存在的 一到了最後 政府的抉擇者 仍然看重的還是生產者的利益 遠重於消費者的利益來的重要 來的重要 那麼當然另外呢 其實所謂的重商主義 我們不要花太多時間 對我講這個東西 重商主義本身 他對於國際關係的角度 好 因為這先到政治上的東西 他們也會抱持著一種 所謂的零和遊戲的觀點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同樣的邏輯 因為每一個國家 他們都是把財富跟國力畫上等號的 所以各國之間國力的銷漲 基本上就是一種零和遊戲 當你累積了比較多的財富的時候 相對於其他國家 你的國力就增加了 其他國家的國力就比較弱了 那如果說你的財富流出去 讓其他國家等到更多的財富 他的國力搶了 就代表你的國力變弱了 所以基本上 這是一種零和遊戲的概念 當然說到這邊 我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Zero Sun Game 乘起了我們期中考之前 已經介紹過賽局理論幾個重要的模型 一個叫做囚徒困境 一個叫做Chicken Game 小雞賽局 可惜都沒考 那麼 好 我們 看完一下老師出題 如果出了你們每個都猜得到 那還得了 這什麼意思 我們都做過學生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去看什麼叫做零和賽局 謝謝 零和賽局呢 也算是賽局理論最早被發明出來的一種模型 那麼他的應用在政治學在經濟學在各方面 應用非常非常廣泛 那麼什麼叫零和 好 英文名稱叫Zero Sum 好 所以Zero Sum就是 其實意思很簡單 Sum就是加總嘛 就是加總為零 加總為零的一種狀態 那加總為零的狀態就代表 其實雙方是一種 pure conflict of interest 一種利益完全衝突的 也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 我之所得就是你之所失 我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 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 所以雙方的利益是完全衝突的一種狀態 這個叫做零和賽局 叫零和賽局 那用實際例子來說明的話 我想我在黑板上畫這個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賽局 這個叫做什麼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的話 你們會玩吧 這個就是遊戲規則都知道嘛 你可能出的策略就三種 你可能出剪刀、出石頭、或者是出布 對不對 有沒有第四種 沒有嘛 應該沒有嘛 除非你是哆啦A夢 你只能出一種 當然那個就沒有什麼意思啊 或者你是喬巴 那哆啦A夢如果跟喬巴比的話 哆啦A夢永遠贏 但是基本上那不是個公平的賽局 聽不懂就算了 那麼 好 正常的情況之下 正常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應該有三種策略 剪刀、石頭、跟著是布 當然你必須要保持 你每次出的策略 是讓對方猜不到的 所以我剛才說過 如果你是喬巴的話 你出的策略別人一定知道 那你就一定輸嘛 對不對 但是基本上的話 在一個正常的剪刀、石頭、布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有三種策略 兩個人都有三種策略 當然加起來三乘三 它這個3 by 3 一個就是有九種可能的 凹抗的一個matrix 好 一個矩陣 那為什麼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零和賽局呢 你可以發現 假設我們這樣來規定 如果說我們兩個猜拳 我贏了 你就輸給我一塊 如果你贏了 我就輸給你一塊 我負給你一塊 如果我們兩個人出的一樣 那就平手 就各自不付錢 對不對 比如說 如果說A跟B兩個人 A如果出剪刀 B也出剪刀 各自是零 對不對 如果A出石頭 B出剪刀 A贏了 好 記得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多拉雅夢對上喬巴的賽局 那麼他贏了一塊 然後對方輸了一塊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在這九個alcon裡面 都是我們符合我們所說的 pure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完全衝突的 你所得到的一塊 就是我所失去的一塊 反之亦然 不然就兩個人都零 但是你可以發現 這九個小格子裡面 每一個小格子的加總 我們所說zero song 每一個小格子的加總 都是什麼 都是零 然後全部的加總 也是零 好 這是所謂的 叫做零合賽局 零合賽局 那當然像我們 如果各位回想 我們過去所介紹的 囚徒困境 或者是chicken game 他們那些都叫做non-zero song 叫做非零合賽局 好 他們每個小格子 加起來加總不是零 不是零 那叫非零合賽局 叫non-zero song 而這個呢叫做零合賽局 叫零合賽局 當然 我們以前曾經介紹一個學者 叫做John Nash 好 Nash 他當時的一個佛斯論文 寫的就是 他證明 在零合賽局之下 一定有均衡點 你說這還有均衡點 好 就是當然不是玩一次 玩一次沒什麼均衡點 不是你就是我贏嘛 對不對 如果長期而來的話 零合賽局之下 你一定會有均衡點的產生 那就看你怎麼樣搭配 你的策略的使用 來使你的可能的利益 能夠極大化 或者是能夠降低 你最可能的損失 好 那他的一個證明 數學證明的過程 我們就不要談這些 但是只是說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 零合賽局的一個例子 那當然我們時常可以 聽到很多的一些政治柔誤 在很多的話語裡面說 哎呀 我們雙方應該怎麼樣 拋棄零合的思維 有沒有 走向雙贏 雙贏就像我們囚徒困境的 每個人都合作的狀況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結構 你必須搞清楚 這是不是一個零合 如果它本身的結構就是零合 你如何能夠拋棄這個零合走向雙贏 除非你要改變這個賽局結構 好 當然這個東西 我們就不再繼續談了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很多政治柔誤都會使用那種詞彙 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 應該拋棄零合嘛 我們要尋求互助合作對不對 問題是誰跟誰合作 那兩岸之間也是這樣 我們要拋棄零合的這個觀念對不對 走向雙贏 共創雙贏等等 這是很多政治柔誤在說的 但是我們必須了解 它到底什麼含義 這個就是我們 我想有興趣的話 以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多介紹這個東西 但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所說的 零合賽局 那我們剛才所說的 在重商主義的時代 他們就是把國際關係 國與國之間互動 就視為一種零合 所以他們會非常的強調 彼此之間財富的爭奪 好 因為我的財富更多了 就代表你財富更少了 我的國力更強了 就能夠爭奪更多財富 就代表你的國力就弱了 每個國家都在追求財富的極大化 每個國家都在追求國力的極大化 每個國家都在鼓勵出口減少進口 可是從亞當史密斯的角度 他如果這個有點問題 他搞了半天如果每個國家都這麼做的話 其實各國的經濟都不會成長 因為當時在18世紀末期的時候 亞當史密斯就發現 這種重商主義 好 各位看一下課本 40頁 最後一段 好 亞當史密斯當時就理解到 This was not the path to prosperity 他認為這種重商主義的思維 並不是一種 好 一種所謂的繁榮之道 並不是會帶給國家更多的繁榮 每一個國家 如果說政府都強力的干涉到經濟 每個國家都用保護主義的方式 保護某些產業 然後呢鼓勵出口 然後不鼓勵進口 政府強力的運作在經濟事務裡面 亞當史密斯認為是不對的 就如從41到41頁這邊所說的 如果政府都干涉了經濟 他只會阻礙經濟成長 如果政府他給予某一個廠商 一種所謂的monopoly 一種所謂的獨佔 那麼他自然會怎麼樣 來降低了競爭 彼此之間的一種競爭性 而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也因此降低了 大家生產新的產品 或者是降低價錢的這樣子的誘因 好 我能夠有保護主義 我能夠有補貼 我能夠有保證生活價格 那當然競爭性 競爭力就會降低 然後呢這個所謂的這個價格 也就不會下降 你缺乏競爭 當然就不會有比較低的價格 那當然我們所說的 還適時的消費者受到損害 其實你可以發現 亞當史密斯的自由經濟理論 跟過去的重商主義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你一個國家的經濟目標 你的首要位置是什麼 對於重商主義者而言的話 經濟目標是繁榮國家的 任何的經濟政策 只是為了國家的強大而存在的 生產者的利益 是永遠置於消費者的利益之上 可是對亞當史密斯這一瓶 所謂的自由經濟學者而言的話 國家經濟目標最重要的目標 是讓消費者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所以他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你如何使得消費者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這是重商主義者不認同的 所以當然他們追求的是不一樣的手段 所以當然這個前提假設是不一樣 亞當史密斯認為說你要競爭 對不對 讓廠商互相競爭 反而壓低價錢 那當然受到這個利益的是消費者 可是重商主義者根本不這麼認為 所以我們剛才回到課本這邊所說 亞當史密斯他認為說 只有競爭政府減少干預 那麼才能夠造成經濟的繁榮 否則這樣子每個都保護 然後都是壟斷 然後保證的價格等等的話 只會使得經濟停滯 我們各位看一下40頁最後一行 這economy叫stacknet 叫所謂的停滯 如果你保護了本國的產業 靠了關稅的政策保護了這個產業的話 事實上呢你就是減少更好的 或更低廉產品的進來的誘因 我們剛才說過 消費者明明可以更低廉的代價 吃到品質更好的稻米或者是牛肚 但是你為了保護某些生產者 你就讓消費者必須用更高的代價 來享受可能還不是最好的產品 這是一定要付出的代價 那麼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亞當史密斯他們這一派的學者認為說 只有呢讓政府退出經濟 讓政府少管經濟的事物 讓經濟單獨的能夠運作 這個leaving the economy alone 各位看到41頁 那麼you promote prosperity 也就是說政府你少管經濟 經濟呢自然能夠透過它的水 市場價格技能達到均衡 產生競爭力 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所以他們當時這個東西 這是個法文 各位看一下 就是稱為叫做laise fair 叫自由放任 自由放任 所以呢各位請看到42頁 所以進一步而言的話 如果說政府不干涉太多的經濟 不對經濟過多的指導 那麼會不會導致隨著這個動亂 或者說導致混亂呢 事實上亞當史密斯他們這些人 認為不會的 因為呢各位看一下第二行所說的 the market itself will regulate the economy 市場本身就會規範這個經濟 不會因為你的政府的不介入 而讓經濟一團混亂 市場自然的能夠達到均衡 好 當然這是他們所強調的市場的 我們所說透過什麼叫price magnet 透過所謂的價格機能 這個當然各位時常聽到叫invisible hand 閃開 亞當史密斯呢 他們從18世紀末期 就是在鼓吹這種東西 那麼透過所謂的市場的競爭 廠商們互相競爭 自然會推出更好的產品 更具有競爭性的產品 然後壓低它的價格 讓所有的消費者能夠獲利 消費者可以更低的價格 來獲得更高的滿足 那麼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而所謂的這個市場競爭呢 透過所謂的price magazine 所謂價格機能 逐漸會達到均衡嘛 這個呢他認為 這樣一種自動達到均衡的過程 就是所謂的invisible hand 叫做一種一隻看不見的手 課本寫得比較奇怪啦 各位看一下課本也有提到 各位看到42頁的第6 它寫unseen hand 這個比較罕見 那一般來說 我們所看到是invisible hand 就是看不見的手 比較常見 我不曉得unseen hand 怪怪 那麼 好 那個盡心書不如無書 我們還是要相信自己的 那比較常用還是invisible hand 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這個價格機能來操控 使得政府你的干涉 只會怎麼樣 帶來市場不能夠完全競爭 當然亞當史密斯他們的自由經濟學派 其實我必須持平而論 他們只是說如果你想要追求的目標 是消費者的利益最大滿足 好 讓所謂的市場能夠充分發揮技能 那麼我們告訴你 最好你的做法就是你少管 當然他也承認政府在某些情況之下 他必須要介入經濟 但是亞當史密斯只是告訴你 你必須記住 當你政府要介入經濟的同時 你就必須以犧牲一些其他東西作為代價 比如說犧牲消費者利益 或犧牲一些其他東西 你就不可能達到我們經濟學者 所說的那樣子這種均衡點來達到 你就不可能使得所謂的經濟效率達到最大化 你就不可能使得所謂的消費者 得到最好的滿足 你必須要犧牲一些什麼來做交換 當你政府這個手伸進來的時候 我們只是告訴你 你不可能再達到你原來的目標 你不可能一方面要追求高經濟的同時 又要追求環境保護 又要讓消費者利益得到滿足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當然後來有一位學者 Freyman 學習得非常好 叫做 我們等一下會說叫 There is no substance as a free lunch 叫做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必須 其實亞當史密斯他們經濟學會告訴我們 你必須要做tread off 你必須要做tread off 其實這才是自由經濟學派 告訴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很多事情你要做tread off 我們現在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要讓市場 你要讓經濟達到最好的效率 這是我們告訴你的做法 政府最好少管 當你政府要管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再追求到 我們原來告訴你這些東西了 你必須要做犧牲 你必須要做交換 你必須要拿出什麼東西來做tread off 人的生活也是一樣嘛 各位你們進入大一進入台大政治系 每個人一天都24小時啊 這以前我說過嘛 每個人一年都是365天啊 你怎麼樣安排你的時間 這是tread off 有些人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念書 放在追求功課 追求學術 但很好 你必須犧牲一些其他東西 當然同樣的 當你去追求其他目標的時候 你可能必須犧牲功課 這做tread off看你怎麼樣做選擇 我們說過每個人時間都一樣 有些人的allocation 有些人的時間安排會比較好 有些人是會非常大量的浪費時間 然後一事無成 我沒有說任何各位 你要做tread off 你要做交換 好 其實在人生裡面 很多事情也在做tread off 好 這從自由基金學派告訴我們 問題是你的tread off 到最後你會不會反悔 好 你 當你四年 我們上禮拜又在拍畢業紀念照 對不對 然後四年一下就過去了 你會不會regrade 好 那這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的tread off值不值得 但是很難 真的 你很難你所有的目標 能夠同時的全部都滿足 那很困難 怎麼樣做tread off 這是你自己的抉擇 好 我想那個 這是自由經濟學派所告訴我們的 但是他從回到市場經濟的角度 而言的話他們認為政府最好少管 好 政府最好少管 當然在這一方面 事實上對於非經濟的領域 甚至政治其他領域也有非常深刻的一些影響 好 其實從洛克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從洛克到亞當史密斯 一直都告訴我們的管得越少的政府 是越好的政府 而這個最具體的反應 各位看一下42頁的中間這一段 好 這Thomas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所說的 這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 傑伏遜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在42頁第二段的第三行所說的 Thomas Jefferson所說的就是 The government is best that governs least 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 那麼這是我們所說的自由經濟學派的 自由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論述 那麼當然有趣的是作者在這邊 各位看一下這個在下面一段所說的 在今天在美國 你可以發現一個很看似矛盾的話 What you are calling liberalism Here is actually what American today called conservatism 就是我們剛才講了半天的古典自由主義 事實上是今天美國人所稱的叫做保守主義 那麼這是真的 那麼換言之呢 在19世紀末期的時候呢 自由主義已經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等一下繼續要說明的 就是關於像是從羅斯福的新政之後的 事實上是從英國19世紀末開始 Green所提出來的叫做現代自由主義 現代自由主義 而另外一派就是古典自由主義精神 繼續保持下來的後來為美國的共和黨 或者保守派所承襲的叫做古典自由主義 所以這個東西在經濟事務上 我們在這邊必須做一個區分 我們等一下會做更清楚的一個界定 所以往往你現在讀了半天的古典自由主義的概念 事實上是今天是由共和黨 是由保守派所支持的 而這些東西恰恰為今天的民主黨 或稱為現代自由主義所反對的 尤其是在政府 在經濟事務上的一種角色 這種看法 這是一個容易弄混的部分 我們這邊特別的在加以強調 那麼總結而言 總結而言 我在這邊在黑板上畫一個表 來供各位做個參考 我們剛才說過呢 我們今天談到的古典自由主義 事實上是可以分我們兩個部分來理解的 一個是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義 一個是經濟上的古典自由主義 當然他們兩個速度同歸 最後的結論都是 政府應該是管得越少越好 可是往往一些主張 卻還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在黑板上把它寫出來 供大家做個參考 好 我在黑板上大致上想的 我們今天廣泛的稱為叫古典自由主義 事實上它包含了政治面跟經濟面 兩個不同的面向 當然他們中間不是說完全沒有重疊 很多的概念都差不多的 但是還是把它分開來看 讓各位比較清楚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個我們開始對於所謂古典自由主義的 這個部分做個小小的結論 剛才我在黑板上寫了一個簡表 當然非常簡略的表來說明 今天我們在政治學的課本裡面 其實我們談到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它有時候是指的比較多的政治層面的意涵 有時候是指的比較多的經濟層面的意涵 那如果混在一起的話 往往同學們都搞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那當然這還要跟我們後面要談到的 現代自由主義 現代保守主義之間要做個對照 所以我們在這邊先把它弄清楚 基本上我們今天所談到的古典自由主義呢 它大概會兩個層面都會包含到 一個是政治層面的 一個是經濟層面的 那政治層面的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話 往往我們會把這個來源 是會往上推 推到17世紀的John Locke 就是各位所談到的這個契約論的時候 有介紹過他 洛克從17世紀開始 那麼事實上他在他的政府論二篇裡面 就非常的強調 所謂的這個天賦人權的概念 對不對 我們需要契約來跟國家建定契約 而國家建定契約的目的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天賦人權 讓我們天賦人權 生命權 自由權 追求幸福的權利 不能夠被國家或其他人所剝奪 那政府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的 所以這是當時洛克的一些想法 如果政府不能夠保障我們這些權利的話 人民可以起來推翻這個政府 用其他政府來取代等等 所以說從洛克開始的這一個脈絡 我們稱為就是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義 那麼當然到後來落實於像是 美國的Thomas Jefferson的獨立宣言 後來落實於像是James Madison 寫入美國的憲法裡面 獨立宣言的洗草人是Jeff Hume 那Madison我們稱為美國的憲法之父 是來草泥這部美國憲法 他們都是被認為是所謂的政治層面的 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性的人物 代表性的人物 舉例來說 當然時常會跟一些概念相結合 像是憲政主義 constitutionalism 所以憲政主義 什麼叫憲政主義 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利 要保障人民的權利 這叫constitutionalism 我們需要政府 政府是一個必要之惡 但是又害怕政府權利 會侵犯到我們人的基本人權 所以要訂一個憲法 把政府的權利明明白白寫在裡面 你就能做這些 你不能亂做 憲法是限制政府的權利的 憲法不是限制人民權利的 憲法是要保障人的權利的 我們例如是rights 要限制政府的power 憲法是這個目的存在的 這個我們後來稱為叫constitutionalism 叫憲政主義 從美國的制限先前開始 所以在隨憲政主義的概念之下 我們一直強調 它是一個limit government 所謂有憲政府的概念 政府是一種必要之惡 政府的權利是要被限制的 政府不是說它的權利能夠極度擴張的 這是我們所說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概念 為了為什麼 這樣才能夠讓人民的自由得到確保 人民的權利得到確保 所以如何的讓政府的權利不要擴張 除了透過憲政主義的概念 要限制三權互相牽制跟平衡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設計就是 所謂的regular election叫定期選舉 定期選舉 從自由主義者的想法 人們所選出來的 人們所做的極其選擇 它不見得一定是對的 只不過在當下 他們在幾個候選人之間 他們選了一個得票比較高的人 就做了行政上的領導人 這個人他們選出來不是聖人 他們選出來也不見得是聖君民主 無所不能的 人民也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 但重要的就是說 憲政主義的概念就是說 它是regular election 人民可能選擇錯誤 但至少每隔幾年 人民可以重新有機會做選擇 你做得不好沒關係 下次我選別人 它的經歷是在這裡 而不是說人民選出來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的什麼道德家 就是至高無上的上帝不是如此 人們所面臨的選擇就是讓政府定期的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 這樣子這些政治人物才會努力想要把它做好 因為他知道他做不好 下一次他就被換掉 或者政黨就要下台 所以regular election概念是在這裡 而不是說 像是盧梭他們所說的 人民選出來就代表上帝的聲音 他具有無比的道德的意涵 他就是一個所謂的權意識 他們的自由主義的想法是說不是如此的 只不過讓人民定期的做選擇而已 至於選出來什麼東西那就不一定了 那這是自由主義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觀念 當然最後呢我們所談的the natural right 這是從洛克一脈相傳 政府存在就是要保障人的天賦人權 自然權利 這是我們人不可或缺的一個上天賦予的東西 而不是任何政府的施捨或給予 政府既然這些自然權利不是政府給予的 政府自然也沒有權利把它拿走 這是上天給予的 政府存在目的就是保護這些的 而不是說靠你來憐憫或施捨我們的 我們本來就有這些東西 這是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在政治層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在經濟層面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們剛才上唐克所說的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 從18世紀末期以來 他們所強調基本概念 強調最小的政府干預 minimum state intervention 強調所謂的invisible hand 看不見的手 強調所謂的price magnetism 強調所謂的市場價格機能 強調lazer fair 自由放任 政府燒管等等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他們中間不見得完全一樣 但是有很多地方是一樣的 這是所謂的經濟層面的 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當然共同的結論 共同的結論 隨著古典自由主義者所強調就是 政府是管得越少越好 無論是政治層面上 或者經濟層面上 政府只要達到他必要的一些要件 看他跟人民之間簽約怎麼樣的契約 他只要做這些事情就好 比如說經濟層面上 他要保障這個交易能夠公平正常的進行 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有衝突產生的話 有個公平的司法機構能夠進行仲裁 他保障一個穩定的貨幣的一個制度等等 政府只需要提供這些嘛 一個公平的交易環境 一個公正的司法體系 一個穩定的貨幣制度這樣就夠了 其他東西其他部分就讓市場價格機能自己來運作 干涉最少的政府就越好的政府 那政府在政治層面也是如此 政府不要管那麼多嘛 政府只是保障我們基本權力而存在的 維護基本的國防安全的需要等等這些就夠了 那其他部分就讓人民能夠追求 他們自己的一些幸福的目標 所以呢基本上從古典自由主義而言的話 雖然我們生活在一些主張上不見得完全一樣 可是從政治層面 經濟層面最後的結論 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就強調的就是政府 就如同 Jefferson這句話所說的 The government is best, the government is least 管得越少是越好的政府 好 這是基本上我們對於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的 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接下來繼續介紹所謂的古典的保守主義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四十二頁的最下面這個key concept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分類 一個簡單的概念的介紹 我們這兩個禮拜會介紹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 而這些意識形態之間 那麼也可以進行一些分類 當然或許是過度簡化的分類 但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最常見到的分類方式 可能是很簡化的 但是常常我們會把它分為 所謂的從左到右的光譜 所以這個left to right的一個spectrum 我們所說的ideological的spectrum 意識形態的光譜 意識形態的光譜 當然最常見到的我們所說的就是左右光譜 左右光譜 當然左右光譜其實最早的意涵是甚麼 課本這邊也稍微做了一個解釋 主要左右的這種區分最早的來源是1789年的 法國的國民議會 National Assembly 在1789年的時候呢 那麼法國的國民議會呢 就是議長呢他讓這些代表們 具有相同的一些理念 相同想法的人坐在一起 坐在這個一起 所以當時的議長右邊的 坐在議長右邊的 往往就是同類相聚嘛 那麼物以類聚 坐在議長右邊的往往都是所謂當時的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所謂的保守派的勢力 比較保守派的勢力 那麼他們往往的聚集於 坐在議長的右邊這個區域 這個區塊 那麼他們所謂的就是保皇黨 保護皇家比較保守派的一群人 那坐在議長左邊的 就是當時所謂的自由派 就希望改革的 改革當時的這種所謂的這種階級啊 貴族啊 這種僵化的政治體制啊 這群人 他們多半是坐在右邊的 然後坐在中間的 就是比較中間派 Moderate 比較溫和的中間派等等 所以當時從1789年的時候 當時呢 這個坐在議長右邊的保守派 就要維護原來的君主制的這群人呢 我們後來就把它稱為叫右派 那比較激進的 或者說比較自由派的 就坐在右邊的 希望比較激進改革 甚至要推翻所謂的這個君主制的 要建立共和的 我們稱為比較右派的這個人 那麼所謂的左右的區分呢 大概就由此而來 就最早是來自於法國的一個國會中間的 同類相聚的一種這個做法 那到了今天為止 今天為止 一般來說 我們所時常看到的 在各種的媒體上 或者是說描寫西方國家的政治 我們會用右派跟左派來形容的話 多半 隨著左右所指的 最主要的是指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角色 最主要的是指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角色 比如說主張政府在經濟事務上干涉越少越好的 像我們所介紹的古典自由主義這一派 我們稱為叫做右派 好 稱為右派 甚至更右派的 像什麼自由放任主義 我們下禮拜會介紹 那麼就是主張政府就是不要太管政治 就是我們所 太管經濟事務 那麼就像我們所說的古典自由主義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 那麼這個叫做右派 而認為政府應該大量的涉入經濟事務的 尤其是對於像一些弱勢團體等等的照顧的 然後對於國營事業等等的 甚至對於所謂的財產制度 這個所謂的這個私有財產制的制度 要做一些調整等等 那麼這一些的比較主張政府強力的涉入經濟事務的 我們稱為左派 好 稱為左派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種區分方式 就是在經濟事務上政府扮演角色的一種看法上的差異 如果各位翻到前面的那一張圖 41頁 好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 好 逐漸的這個發展出來 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 所謂的左右 大概主要的也是指 那麼在所謂的政府在經濟事務上所扮演角色上的一種差異 為主 但是我們也必須了解的是 回到42頁 好 今天我們所指的左派跟右派 往往它的概念是非常的混淆的 也包含了許許多多不同其他的一些面向的一些東西 好 比如說課本這邊也提到了 好 各位看一下42頁的Key Concept右半邊 好 第四行這邊所提到的 今天來說我們一般所說的左派 the left the left 基本上是比較支持什麼 equality 所謂的平等的 好 比較支持所謂的welfare program 所謂的福利 福利計畫的 然後呢 比較支持政府 這個就是比較傳統的 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一種干涉 所以今天我們所說的左派的話 一般來說還是比較帶有所謂的一般世俗 所謂的比較進步 好 比較進步的思維 或者說所謂的這個比較激進的思維 好 那麼比較主張追求弱勢者的權益啊 追求平等啊 等等這些概念 然後呢政府在經濟事務上來扮演更多的角色 來幫助那些弱勢團體 好 所以一般來說 許多民主國家裡面的一些抗議者 好 時常去街頭示威的 好 一些為少數爭取權益的 我們都把它稱為叫做比較帶有左派思維的 所以左派思維有可能會代表另外一個意涵 那可能就價值上的東西就變得比較進步的 對不對 好 比較自由的 好 這叫左派 那所謂的右派呢 往往今天的含義呢 可能就是比較強調 所謂的個人 個人的 個人主義的 這個強調所謂的這個私有經濟活動的 不主張政府在經濟事務上扮演太多的角色的等等 甚至呢我們說過還擴及到其他的非經濟事務上 好 政府 那麼事實上 那麼這個在其他事務上的話 比如說右派保守 我們也會說比較是比較保守的 當然我們等下我們下禮拜會談到 所謂保守主義現在有一種區分 就是說在經濟事務上他是比較追求市場經濟的 可是在其他的非經濟事務上是比較帶有保守傾向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比較強調婚姻 強調教堂 教會的力量 強調愛國主義 然後呢強調比如說反對同性戀 反對墮胎 這些東西就是屬於所謂的比較保守的 那當然現在的概念的話 所謂的右派或者是保守也被冠以所謂的比較 是比較傳統的比較守舊的一群這種思維 所以這中間其實右跟左呢 自由跟保守之間 往往也可能被帶有其他的一些非常複雜的意涵在裡面 可是我們說過在經濟事務上的話 其實左右之間的區分也會被弄得非常的混亂 這我們會逐漸的加以這個說明 當然也因為帶有這個所謂的價值的一些立場 所以往往他也可能被怪以一些其他的一些目標 比如說在學校裡面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的校園裡面 你可能聽到一種話 某某教授是自由派的教授 好像他就具有比較崇高的這個地位 然後一個教授非常認為他屬於保守派的教授 覺得好像成天要打壓學生的這種人 對不對 可能會有這種 大概都帶有一些比較不同的意涵在裡面 保守的 保守派就代表守舊的 退步的 落伍的 對不對 然後自由派代表比較進步的一些思維等等 當然這個東西也不是說完全錯的 但是當然中間也牽涉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價值 會說它意涵在裡面 所以這要跟同學們做一些 當你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 當然也要 要顧及到他後面一些 這些論述的一些邏輯在中間 但無論如果這不是非常容易的事 因為大家其實在這個名詞上使用都非常非常的複雜 好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回過頭來介紹 所謂的古典的保守主義 講到所謂的古典保守主義 我想必須要特別提及的就是伯克 時常被他認為所謂的保守主義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先把他的出生年月日以及他的代表性的書寫在黑板上 各位看一下四十二頁 這個classic conservatism 古典保守主義 這邊第一行所提到的這個Edmond Burke 伯克 那麼他也是英國人 那麼往往我們提到所謂的保守主義 必須從他開始來介紹起 他算是保守主義的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出生年代呢也是18世紀 1729年到1797年 那當然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書籍是1792年 當然我按照課本 課本是寫1792年 那麼又有一些書是寫1790年 但是我想這個沒有關係 各位看到四十三頁 四十三頁第三段倒數第二行 課本提到是1792年 所謂的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所謂的這個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或者是法國大革命的省思等等 那麼課本是寫1792年 所以我們按照1792年 那我知道有些書籍是1790年 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那麼這是他目睹了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 所造成的種種的亂象 他所做的一個深切的反省 所寫的一本書 當然這個書也結諸了 我們所謂的古典保守主義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意涵在裡面 那麼 好 了解這個博客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內容 然後來做一些補充 基本上呢 所謂的古典的保守主義 大概也是跟古典的自由主義 差不多同時 大概從18世紀末 從18世紀末開始的 老實說啦 古典 我們這邊所介紹的 雖然叫古典保守主義 但事實上呢 他在所謂的經濟上的琢磨不多 他主要談是 都是比較偏重政治事物的 好 那麼經濟事物上 課本也只提到一點 他跟亞當史密斯同時的人嘛 他也知道亞當史密斯 那麼他也認同亞當史密斯當時 國父論理所提出來的一些概念 就是這樣子 如此而已 其實博客本身並沒有非常積極的 在經濟事物上提出太多的論述 他主要是在政治層面上 好 所以其實我們談到古典保守主義 不會特別強調 他的經濟事物上的一些 一些這個論述 主要是在政治層面上 那麼 基本上 博客呢 我們說過的他具有代表性 就是1992年的這本 《法國大革命的省思》 因為他深深的感覺到 那麼 自由主義帶來的一些危害 也就是說他認為呢 從洛克以來的自由主義者 後來被應用於法國大革命上的一種方式 而發展成的所謂的這種 我們所說的 各位看一下43頁的第五行 我們這邊所說的 叫Radicalism 叫做激進主義 自由主義最後呢 演變成了所謂的激進主義 那麼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受到了 博客認為是非常不好的一些結果 就產生了非常不好的一些結果 那麼 當然博客的思想這到底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一個原來的自由主義 強調個人主義 強調個人的自由權利的保障等等 反對階級制度 反對當時的統治階級 而最後的從自由主義發生的像是 盧梭當時他們的一些論述 強調 強調這個個人的理性 強調人性本善 然後呢希望所有的這個不好的行為 都是因為社會制度不良所造成 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 而最後竟然演變成 從博客看起來那種暴民政治 一堆的貴族都被送上了斷頭台 許許多多的人被無辜的頭就被切掉了 然後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動盪 然後博客也預見這種情況他認為 反而不可能帶給人民更多的自由 然後最後反而走向了獨裁 反而會走向獨裁 當然博客他的預言後來實現 因為在博客死之後兩年 拿破崙出現 獨裁者出現 所以博客的預言 當然他並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說過他的1797年就過世了 拿破崙是1799年才正式稱帝 那麼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博客他的一些觀點 他認為整個看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一些狀態 他認為人民反而不能夠得到更好的生活 反而是陷入更恐怖的一個生活 很多人的自由反而因此更為減少 他認為這東西到底問題是什麼 那麼這是他所寫的這個 法國大革命的省私的一些想法 我們看一下課本的內容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他看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情況 從自由主義發展成了所謂的激進主義 然後一堆人死於非命 一堆人送上了斷頭台 整個的社會價值完全被摧毀 整個的社會制度完全的被破壞 既有的所有的這種所謂制度 價值體系完全的一氣崩潰 那麼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博客他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在對於這方面呢 要有所反省 我們真的希望看到的自由主義帶來的後果 是這樣的一種狀況嗎 那麼這次博客呢他寫這本書 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反省的一個這個 這個狀況 所以呢 好我們看一下第三段這本所說 所以博客他警告 他認為呢 好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當然他所反省的一個結論是 他認為 Liberals place too much confidence in human reason 他認為呢 自由主義者對於人的人性過度的信任 好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種人性本善啊 人是充滿了理智的 能夠追求他們想要好的比較好的生活 他認為自由主義呢 對於人性過度的信任 人他認為只是有部分的理性 他們也有充滿了非理性的激情的部分 其實人是充滿了激情的 人不是做什麼事情都是理性的 人更不可能會有集體的理性的出現 所以說博客他認為 自由主義者或許對於人性 做得太過樂觀的一些假設 所以他認為 他的認為是這樣子 他認為因為人就有許多非理性的一面 人會有許多充滿激情的一些集體行為 所以呢 為了控制這些激情 那麼這麼許多年來 幾個世代以來 人們呢會逐漸的發展出了一些 一些傳統 一些制度 一些道德規範 這是社會為了要控制人的這些非理性 為了控制這些不安定的這種暴亂 所以經過這麼多世代以來 人們逐漸逐漸的發展出了許多的一些 典章規範 道德 標準 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為了要讓社會穩定 就在穩定的社會之下 其實人才可能追求更多的自由 如果社會一片混亂 人的基本權益根本不可能達到 所以博客認為說 目前寄存的這些制度 都是老祖宗們幾個世代以來 智慧的結晶 就經過多個世代的演化 這自然是目前來說是比較適合 我們人群體生活的一種方式 很多的制度是其來有自的 很多的典章規範 很多的價值 很多的風俗 都有它一定的一個 值得我們來尊敬的地方 因為它是人類經過多少世紀以來 自然演化的結果 當然不是說不能改 可是它的改應該是徐序漸進的 慢慢來改善的 它不認為像自由主義者 一切之間全部摧毀 會帶給人們更多的幸福或自由 所以它認為說 既然目前寄存的制度 是讓人們能夠穩定生活的一套 典章規範 所以我們必須尊重它 改善也必須是小幅度的改善 而不宜採取太大幅度的一種變動 因為那會帶來不穩定 所以我們知道 保守主義者非常強 就是說既存的東西 是必須要好好珍視的 所謂的 stability 穩定 是他們非常重視的一個很高的價值 那麼這是保守主義者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看法 所以如同我們再回到課本這邊所說的 它就認為說人不是像自由主義者 所假設的那樣子的一種人性 如此的高貴 如此的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都是理性的 那麼 而如果說大家都按照原來自由主義的一些想法的話 那麼把所有的既存的簡章制度 像法國大革命這樣一氣之間都破壞殆盡的話 往往人的不理性的一面自然會出來 各種衝動各種暴亂會隨之而來 導致了混亂 最後呢如同剛剛所說的 會出現一個獨裁者 出現一個暴君 而這種情況之下 反而是使得人們生活在一個 比原來更差的一種狀態之下 所以說呢 他在他的著作裡面 我們看他課本第三段這邊所說的 他在1792年這本 所謂的法國大革命的省思裡面 他就預測了 這位提到Predink 法國最後呢 終於會出現一個Minitary Dictatorship 出現一個軍事的一個獨裁者 那麼後來就是1799年的 拿破崙的出現 那麼這是伯克的一些觀點 當然他生前 我們說過他生前並沒有看到 拿破崙的出現 他就過世了 換言之呢我們再度強調 看他下一段所說的 institution and the tradition 那麼這些我們剛才所說的 現存的一些制度跟傳統 他是經過幾百年來的試煉 而保存下來的 他不可能是一無是出的 他存在了這麼久 經過人類不斷的一些調整 適應演化 他必然有他保存的一些價值 並且呢他也認為 人們也已經習慣了 這一套制度的運作 大家生活在這個制度之下 如果有不合理的 可以慢慢改吧 沒有必要說 全部都要把他這個摧毀 能夠保存下來的 自然有他存在的理由 他不見得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他是workable 他是可運作的 他是可運作的 是大家大部分人 所能夠共同接受的 那麼如果要改變的話 應該要循序漸進的改變 讓時間慢慢去調整 這是博客的一些觀點 當然也後來的成為了 所謂的保守主義者的 一些最主要的一些論述 那當然除此之外 其實博客或者是代表 保守主義者的一些觀點的話 我們在這邊可以做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補充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過 基本上他們對於人性的假設 我們所謂他對於所謂的 這個natural of human beings 對於人性的本質 從保守主義的觀點 跟我們之前所談的 自由主義是有差的 自由主義者基本上 是比較強調什麼 強調理性 強調人的性善的一面 這是自由主義的 往往對於人的一些基本假設 可是博客 以及他所代表的保守主義 對於人性的假設 不是那麼樂觀 他們認為人都是理性的 人有他衝突的激情的一面 那麼人往往也不是 都是那麼性善的 對不對 必須要透過很多良好的 制度的設計等等 所以這一方面的話 其實是對於人性 基本假設的一種差異性 另外一方面 我們這邊特別要加以補充的是 基本上 對於另外一個概念叫 equality 對於所謂平等 這是保守主義 跟自由主義另外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就在家裡 透過很多個差異性 會有多多多個差異性 對於所謂平等 但是這次的一個差異性 並不是這次的 也會有多多個差異性 在這個差異性 的地方 這些差異性 就好像很難以裂性 是 各個差異性 但是這次的差異性 是 這次的差異性 是 其實 這次的差異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們在 還沒有介紹 現代自由主義之間 不過我們這邊稍微先說一下 對於所謂的平等 好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這個現在大家都是非常重視 所謂的平等的一些概念 但事實上對於平等的定義 以及對於平等這個概念的重視程度 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這是我們來區分所謂保守主義跟自由主義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分野 關於平等 我們之前所介紹的古典自由主義 他們對於平等所強調的是 所謂的legal equality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是強調機會的均等 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 他們對於平等的基本上的看法 所以要保障我們說人的基本人權 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大家都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機會 大家都有公平的參政的機會 等等等等 那麼這叫做法律的平等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 好 立足點的 我們不是說立足點 就是說大家都有相同的機會 機會上的均等 好 這是所謂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的 後來的現代自由主義 我們可能下禮拜才會談到 但我們這邊稍微說一下 現代自由主義呢 他們跟所謂古典自由主義最大的差別是 就對於平等權的詮釋 他們認為所謂平等 一個政府所追求的 不只是隨著法律上的平等 更重要的是一種實質上的 或者說物質上的平等 material equality 這什麼意思呢 他所指的意思就是指的 就是每個人要提供他相同的 比如說經濟的一個機會 經濟上要達到一定的水準 健康 教育 對 要給他相同的一個 所謂我們所說的起跑點要一致嘛 那麼不要說這個窮爸爸 富爸爸之間造成競爭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他們要提供每一個國民 基本的 基本的我們所說的物質生活上 要達到一定的水準 大家才可能去追求一些 其他的一些生活 所以他們所強調 他們所強調不只是法律上的平等 更重要的是要提供 無論是弱勢或強勢 你要有相同的 相同的機會 那麼我們所說這邊相同的機會 是指的你在物質生活上 在經濟狀況上 不能夠落差太大 這叫material equality 這所謂的這個平等權的概念 當然這個部分我們下禮拜 會進一步加以說明 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相對於所謂自由主義 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 或者是現代自由主義 基本上他們滿強調平等的 但是保守主義 他們根本不認為平等是存在的 根本不認為人是有可能平等的 好 如果你看看最近 如果你發現 比如說最近那個美國的總統大選 那個共和黨的候選人 叫什麼名字 羅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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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人物太容易被遺忘 好 這個 你可以發現羅姆尼有時候一些不經意的發言 你會覺得好奇怪 有沒有 因為他對於那種貧富 或對於很多一些問題的觀點 事實上背後的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者 他根本不認為一個政府一個社會 是基於要追求平等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所謂保守主義者 無論是我們所說的古典保守主義 或現代保守主義 他們認為人本來就有至於嫌不孝 人的IQ 人的智商 人天生下來就是不一樣的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人本來就會有精英 有一般民眾的一種差異性 你硬要追求平等 他認為那是錯誤的 好 這是保守主義者 他們對於所謂平等權的話 他們會非常的認為 非常的強調這樣子的一種這個 這個觀點 那麼他認為就是保守主義者 一般我們剛才說過 保守主義者他本來就認為 人本質上就不可能平等 既然人一生下來 天生上本質上我們所說的 聰明才智都不一樣啊 既然他本質上就有差異 那你硬要追求平等 他認為只會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那麼所以說他們保守主義 基本上認為說人不可能 也不需要去追求那樣子的平等 根本他們認為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這樣子的一種這個 這個平等的一種到達 所以你現在一些努力 為了讓人本來就不平等了 要把它搞成平等的話 整個社會並不會太和諧 所以保守主義他會強調 平等的概念是什麼 他認為我們剛才所說的 人既然有志於選不孝 有這個精英的存在 所以他認為比較重要的是優秀的人 比較優秀的精英 他們應該享有 與他們的地位相稱的利益 同時他們也要負擔比別人更多的責任 不是說你精英就是高高的 他享有優秀的人 不是 當然精英是存在的 你本來就比別人優秀嘛 對不對 這個套句話都叫什麼說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羽出蜘蛛人 這個優秀的人 有能力越強的人 你本來就應該享有比別人更多的 比如說地位財富等等 因為你的財富也是靠你自己賺台 我們說有些人他就會賺錢對不對 有些人他有能力去謀取更多的財富 當然你也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一些責任 你這個能力越大責任就要越大 那你要保護弱者 比如說當然這從古代以來的莊園 就是對不對 有些人擁有比較多的這個 這個田地的地主 他可能要保護他的殿農 殿農替你耕作對不對 替你勞悟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像你 那麼多的聰明才智或地位 他們安安分分替你工作 你這個地主 你這個莊主 你就有義務要提供他們的生活所趨 對不對 這是你的責任 那麼伯克他們保守主義者認為 這個叫做 一個很有趣的名字叫做 崇高貴族的責任 這是一個法文 他們是貴族 他們享有比較高的一個地位 然後他們也有責任 要保護這些替他們工作的弱勢 所以他們認為一個社會 這樣才會和諧 大家各盡所能 各盡他的本分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整個社會 維持一定的階級 然後存在一定的一個和諧情況 整個社會才會穩定 當然他也不認為說 你在這個階級裡面 你就永遠處於這個階級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社會流動的可能性 如果說你這個 比較貧困的一些農人 如果表現得好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能進入到上流社會 透過一些其他的一些管道等等 當然很多人批評說 像台灣過去對不對 電農之子透過聯考 你也可以進台大 然後可以努力追求你的一些目標 不是說完全阻斷了這種階級 不流動的可能性 當然如果階級完全不流動的話 那麼也可能會造成其他的一些社會問題 永遠被壓迫的人 他會起來反抗 所以你維持一定的社會流動的可能性 然後呢 不是完全一昧的追求平等 然後呢 強調每個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一些義務跟責任 這是伯克他們所謂的保守主義者的觀點 總而言之 他們不認為所謂的平等 是我們要應該追求的一個首要目標 他反而追求這種平等之後 他們認為反而會造成的自由 會受到一定的灼傷 而他認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 好 這是大概是保守主義者的一些這個 一些基本的一些觀點 當然你了解這些想法 了解他們對於平等的想法跟概念 完全跟自由主義者想的是不一樣的 你就可以理解到像羅姆尼 歐巴馬的辯論裡面 為什麼羅姆尼時常脫口而出 很多奇奇怪怪的話 在你看來 事實上的話 他們是在這個脈絡之下的話 他們對於所謂平等權的概念 事實上 他們是有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的存在 那麼 好我們回到課本的43頁的這個內容 所以說我們剛才說過呢 從保守主義 尤其從伯克以這樣的這種保守主義的觀點 他們來如何看待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他們如何來對於人性的一些基本假設 是跟自由主義者相反的 他們如何來看待所謂的平等的這種概念 跟自由主義者的不一樣 而這種所謂的保守主義 它能夠成為一直到今天為止 仍然成為美國一種主流價值 它成為許許多多人所追求的另外一種意識形態 當然它還是有它一定的一個價值的存在 那麼而伯克本身 好各位看一下43頁的最後一段 這邊也特別談到 伯克呢 他能夠成為一個important thinker 他能夠成為一個所謂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家 事實上也是有一些重要的理由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它有助於我們人類發現 人類的行為不是全然都是理性的 他非常強調人的不理性的一面 這是第一點 他可能對於所謂的我們的政治思想的一些貢獻 那麼第二點呢 他也看到了制度是活的 制度它有可能隨著時間成長跟逐漸的調適 包守主義者也是強調 我們不要一細的摧毀所有寄存的制度 制度它是幾個世紀以來逐漸演變的 然後呢 未來也可能逐漸演變下去 寄存的制度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所以它這種觀點就是比較活的角度來看待制度的存在 然後制度的演變過程 這是第二點對於政治思想的一些貢獻 第三點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呢 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他看到了革命帶來可怕的一種後果 那麼基本上 從自由主義演變成了激進主義 發動了法國大革命 可是呢 法國大革命最後的結果 舊的制度 舊的價值被摧毀了 其實人們並不見得有能力 能夠依照他們原來的想法 來建構一個新的社會 比如說非常的建設必須要靠非常的破壞 可是人類的結果往往是非常的破壞之後 並沒有辦法出現非常的建設 那麼反而是在非常破壞之後 人們是生活在更恐怖的一種狀態之下 所以呢 博克認為這樣的手段是不必要的 還是循序漸進穩定為重 這樣子還對於人類才有可能更好的一種生活的 這個滿足的可能性 所以說這是博克他們所代表的所謂的 保守主義的一些這個基本的這個觀點 所以說如同下面所說的 博克他們就比較特別的強調傳統 強調宗教 強調家庭 強調這個道德等等 這些概念到了今天仍然為現在的 我們下禮拜會談到的 現代保守主義所承襲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 無論是共和黨或其他國家保守的政黨 英國的保守黨等等 還是會非常強調家庭價值 還是會非常強調比如說我們要去上這個 禮拜天要上這個教會 對不對 還是非常強調我們所說的傳統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國家 愛國心等等這些部分 反正比較強調集體主義等等這些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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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那麼因為博克呢他 跟保守主義者都是懷疑 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透過集體的理性 每個個人都是非常理性的 然後透過集體理性來解決許許多多的這個社會問題 所以其實他的一些反思 從這個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一些反思 那麼事實上呢也對於後世的政治學者 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些這個影響 那麼所以呢一直到了這個今天 我們仍然看到到了21世紀的今天 代表著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思維仍然對於今天的社會 仍然起了一定的一個影響力 即使是在一個非常強調自由主義的西方社會裡面 好那我想呢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古典保守主義的一些 基本的觀點的一些這個介紹 那我想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今天大致上就談到這個部分 那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再繼續從43頁的所謂的現代自由主義呢 來開始探討來做個對照 好我們今天上到這邊下課 好看 很好搞到